现在真的全世界都在玩黑神话误狂 真的因为这个游戏打着很多新手 都在陆陆续的购买PC和显示器 OK 那么如果你跟我一样 桌面空间非常狭小 或是学生档预算呢 又卡在千元内 又想购置一台适合玩游戏的显示器 那么这期视频呢 或许你可以看一看 这台来自KTC的显示器Q24-T09 或许就是你的最佳选择 看型号就知道 这是一台24寸的小尺寸显示器 24寸算是一个在小空间里比较热门的尺寸 OK 包装配件方面 Q24-T09的箱子内部的泡沫填充还是挺满的 防护性拉的比较满 显示器嘛 最怕的就是包装不到位 买了之后还没用就坏了 这点真的很重要 毕竟大部分的物流快递都比较鲁莽 而配件方面 Q24-T09配备了一根DP线 点燃设备器 底座 螺丝 安装工具 以及说明书 不过这个底座我还是有点依稳 KTC是要把桌面空间发挥到极致吗 或许是想让我们发挥自己的DIY的属性 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OK 外观方面 显示器的背部大部分时间其实也是看不见的 但是Q24-T09还是做了一些设计 红色的线条装饰背部 还是能够增加一些电竞属性 正面的屏幕也是三边窄下巴稍宽的设计 整体视觉观感还是非常不错 而接口方面配备了两个HTMI 2.0 两个DP1.4接口 音频口以及电源输入接口 这个接口数量还是比较大方的 显示器支架的底座是通过螺丝刀 把螺丝固定安装好就行 支架是支持前后的角度调节 不止是升降以及左右倾斜 不过问题也不大 因为显示器背部还有100x100的VSACLE 所以有条件的同学也可以购置其他的显示器支架 而在硬件配置方面 Q24-T09拥有一块2K分辨率 180Hz刷新率的Fast IPS屏幕 并且支持会员技术 那R4寸2K 180Hz高刷新率 那这样的参数 那注定就让这款显示器非常适合游戏党 2K分辨在R4寸的画面上显示 非常细腻 180Hz的超高刷新率 也是非常利好FPS游戏玩家 不过需要在DP信号的模式下去激活 当然我个人也不是什么FP游戏玩家 甚至连游戏玩家都不算 所以这个点对我来说算是锦商听话 我个人比较常用的来人就是刷刷剧剪视频 所以我会选择它 因为它有一块素质还不错的屏幕 P3色域覆盖也达到93% 应付一些日常的Vlog剪辑 非严肃的照片后期处理 起码是问题不大 总体来说观感个人觉得还不错 屏幕的品控也做得非常不错 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漏光 屏幕显示不均匀之类的色彩严重断层之类的问题出现 并且它还有暗部平衡加持 提升暗部细节也不会使画面发挥 整体来说屏幕的品质感还非常不错 更没有什么坏点 所以整体我还非常满意的 总的来说700出头的价格 能买到2K分辨率 180个周刷新率的屏幕还非常香的 不占地不说 显示的素质也非常不错 当作副屏也非常香 开学季马上就要到了 如果你刚好是个学院吧 要过去显示器玩游戏做一些作业 那么这款QRSTLinja的小屏幕在宿舍里 可以说是非常的合适 OK好了 这一期QRSTLinja的分享就在这里 希望对大家的显示器选购有所帮助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